來個Baby Baby 不你一點甜甜 用你暗不牙動火水 留著妹妹頭長相清新 拿吉他自彈自唱 他是歌手王喬穎 也發文跟上MeToo 對象是獲得金曲獎 最佳演唱組合獎 張三李四的團長 發了長文控訴 有次在魂音室 趁錄音師不在 張三突然對他上下棋手 他不知道如何反應 只能趕快閃躲 還好錄音師很快就回來 又過了一陣子 在公司聽專輯成品 錄音師又中途離席 下一秒張三對他說 剛認識你時 連吉他都不會彈 現在彈得這麼好 接著碰觸王喬穎的左手 他當下反應 請對方不要有這些行為 很不舒服 王喬穎表示 事發到現在 他只要想到張三 就很容易陷入憂鬱 年年入圍 年年拿獎的張三李四 面對王喬穎的指控 張三在臉書搶硬回應 否認有碰觸到對方 身體任何部位 更嗆王喬穎 無由無故一直往自己身上靠 他都刻意避開 指責對方創造假關注 混淆真正的受害者 還放話 如果有信騷 出門就被扯撞 另外捲入信騷風波的 還有小提琴大師林昭亮 網路上爆料 有人遭國際小提琴加騷擾 林昭亮透過律師臉書發聲明 網路流傳 名譽遭不實影射 嚴正提出澄清 表示再有任何不實指控 將以法律維護權益 MeToo持續延燒 卻牽扯書 網路上雙方論戰 這波風暴 恐怕近期還會沸沸揚揚 3D希望國際小提琴 上來台北再報報到